在讲到分享当中 面对会众做过多的背景介绍 有没有这个必要 并且在这样一个介绍当中 如何演变到今天的文化里面 后面这个问题刚才前面已经答了 有没有必要 这里面说到过多 过多当然就不好 吃蜜多也不是好事 喜欢查考自己的荣耀更不是好事 背景介绍的目的是让大家理解 我们不是做这个什么文学课 历史课 什么地理课 重点是经文在讲什么 是不是 上帝在教导我们什么 为了辅助理解经文 我们才介绍一些适当的背景 也不必要全搬出来 你在图书馆里 你在自己的书房里 研究的所有的 十来片的所有的背景内容 都给他读一遍 恐怕45分钟一个小时的到 管背景介绍就不够用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充分研究了以后 理解了这个话的意思 这样 你觉得为了让大家便于理解 有必要的时候 你再谈一下背景知识 不是一上来都机械式的 就甩背景知识 好像你看我研究了很多 我懂很多背景知识 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不必要的时候 就不必要讲 甚至圣经原文 有的时候不必要讲的时候 就不要讲 讲的时候反而麻烦 反而信众也不知道 这个背景原文什么意思 有的时候不得不 为什么 中文圣经的意思和原文的意思 有些出入或者不够贴切的时候 为了让大家知道 原文的意思更贴切 你可以谈谈 但是没有必要的时候 就不要讲原文 是不是 或者背景知识一样 是辅助性的 在需要的时候 恰当的分量来使用 达到让会众能够听懂 理解就OK了 比如说讲序家妇人的 不考把儿女的饼丢给狗吃 那这个要对中国人是非常有冲击的 耶稣怎么这么说呢 是不是瞧不起那个女人呢 我们中国人对狗 和人来讲话的话 是非常敏感的 骂人嘛 那我们去查考一些资料的时候 发现原来耶稣所使用的 当时的文化里面有两种单词 一种是野狗骂人的 你这个猪 你这个狗是吧 然后另一方面呢 还有一种狗呢 是宠物狗 就是小狗 所以这个没有这种轻蔑的意思 耶稣用的是小狗 宠物狗 意思就是长 我们所说的常识一样 本来给儿女们孩子准备的 这个蛋糕食物 不论是这个食物紧缺与否 条件与否 给孩子准备的就给孩子吃 不要丢给小狗吃 所以了解文化背景 适当的附加说明 可能更加清楚经文的意思 有帮助的情况下说 不要过多的说啊